从透过轻盈供农模式推动友善耕作 到翻转废弃的小学建构在地小农行销平台 这些都是台湾创生团队生耕在地的成果 而今年台湾地方创生年会来到新北市 借由全国青年还有台日的交流 深入地方发掘在地力量 搭建起长竹竿让老鹰有个落脚的地方 创造友善动物的觅食环境降低农村 台湾地域振兴联盟攜手新北市 举办为期两天的台湾地方创生年会 让全台各地的团队相互串联 达到自然人文与土地的平衡 每一年的地方创生年会 我们聚在这里不仅仅只是为了交流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共同去探讨台湾地方创生 所面临的挑战还有我们的机遇 在全球环境经济景性一直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 地方创生的发展变得更重要 那我们面临到了城乡的差距 资源分配的不均 甚至文化传承 环境保护 地方永续发展 这些多重的挑战 那实现跨界的这个协作 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之间 能够合作连结 把知识 把经验 资源 互相的交流 才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 去解决地方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这个奖杯呢 木头 透过这个特殊的制程 来制作成的一个奖杯 所以非常具有纪念的意义 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 愿意担任我们的直年城市 新北市一山半海 且拥有丰厚的历史人文 将由在地引路人引导民众 深度走独都市及上海聚落 感受在地火力与力量 台湾这块土地 台湾的这么漂亮 不仅我们的人情为好 最佳是我们这个土地有点漂亮 可是刚刚所长听了 我们的很多美丽的地方 现在人就慢慢的流失 台湾真正的美食在这块土地 真正的活力刚进程跟进程了 就是我们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次三海建学团 谢谢 我们有四个单位会安排让各位去走一走 我们有四个地方让各位去走一走 可以看到山 可以看到海 也可以看到都会地区 也可以看到多元文化 年会首度邀请日本创生团队来台交流 透过跨领域 跨世代及跨文化 让台湾跨到国际 鼓励青年能够回到家乡主梦 延续在地文化